拿去烧了 本宫只当没看见 臣妾赶紧娘娘眷顾 你孤在宫中难免凄凉 纵然有晚贵人这样的姐妹 可她深得恩宠 恐怕也不能事事顾及到你 你若以后再有委屈 就向本宫倾诉 不许再有这样糊涂的念头了 皇后算是向阿灵戎抛出了橄榄枝 同时这也是皇后拉拢阿灵的第二个步骤 抓住把柄 皇后发现阿灵戎行无骨之术 却并没有告发她 一是在阿灵戎那卖个好 二是让阿灵戎知道 自己永远有个把柄在皇后那里 在宫中行无骨之术 且诅咒的人是华妃 这件事若泄露出去半点 没收阿灵戎 怕是整个安家都保不住 但皇后并没有借此要挟阿灵戎 因为要想阿灵戎对自己心悦诚服 尽力为自己办事 丽幼远比威逼要来的靠谱 皇后要做的是借此 牢牢控制住阿灵戎的心 同时利用这把柄 让阿灵戎来日无法回头 如此威逼丽幼两手抓 不怕阿灵戎不听自己的话 为的便是来日 女儿真心归顺 我自然好好待你 若赶上二心 别忘了我还有后手 也就是说 不告发她是抓住她的心 知道这件事是抓住她的命 娘娘眷顾臣妾 臣妾密记在心 莫持不忘 感谢您不告发我 还这么关心我 如此 利用的行为算是成功了 好吧 先起来吧 地上冷 今天的事 好在有人告诉本宫 要不然本宫也不知道 臣妾兜胆 问娘娘一句 是谁 自然是与你亲爱的姐妹啊 这便是皇后拉搂安灵戎的最后一步 挑拨离间 皇后明显是在暗示安灵戎 是甄嬛告发的你 眼下安灵戎和甄嬛抱成了团 安灵戎是甄嬛如亲姐妹一般 想挖她们的墙角并不容易 唯有挑唆儿人的关系 使其从内部分崩离析 才后让安灵戎转投自己的阵营 先将皇后一眼便认出 娃娃上的玉坠子 是华妃所赐的行为 并是为此时的挑唆做铺垫 这玉坠子 玩人并没有见过 更不支持华妃所赐 如今被皇后认出 正是因为背后有人告密 谁这告密的人是谁呢 自然是与你亲爱的姐妹啊 不过她也不是有心的 她也很无奈 本宫已经跟她嘱咐好了 这件事情 到本宫这里 就到此为止了 是丸姐姐吗 你就别再问了 现在养好身体 什么都容易办了 安灵戎对这个答案很诧异 自然是无法接受 皇后并没有直白挑明 告密的人是谁 先前强调这件事到此为止 为的是防止安灵戎事后 去问真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